今天我们带果果来公司上班了 今天是周末 本来不想来办公室 但是无聊说我们的货到了 得过来接货来 所以呢带着果果一块来了 大卫顺便把这个桌子装好 果果最近胃口不错 在家吃完早饭 路上看见包子 又买俩包子吃 果果 感觉妈妈新办公室怎么样 就像家一样温馨 感觉没车来这一趟确实不方便 我们9点之前出门 到这10点多都快11点了 路上花了一个半小时还多 果果你这个吃完包子 等一下怎么吃中午饭呀 现在都11点了 我们定个大早今天到了 我们刚刚把这六香早拆出来了 三香小早三香大早 这是今年秋天新收的早 新早就是一打开以后 早香味特别浓 而且色泽特别好 我们第一次订货订的比较少 打算收到以后先看完质量 刚才看了一下觉得特别满意 我们下一次就会多订一些 这个跟去年一样 还是新疆和甜的早 我们订的干果又到了一些 果果还帮忙呢 果果让你帮忙你怎么上去了 中不中下来 刚刚还到了五香核桃 还有其他几种五香果 我们还是少量订货 先看看质量 这是185只拼核桃 和去年一样 设想的原生态没有水洗过的 果果别沾在厂头 小心这个不要磕头 知道吗 下次妈妈后背就冲坏了 还没有核桃吃了 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调的几样干果 这个八蛋布跟去年一样 是NP超薄壳的 用手包的时候特别好包 这个是奶香味 还有椒盐味 这是大根的夏威夷果 打开一个看看 再看看我们选的这个紫皮腰果 180的大根的 吃个尝尝 开心果我们选的还是自开口的大颗粒 这样比较好包 刚才小月把这些干果都全部尝了一遍 感觉怎么样 感觉口感色泽 还有个头大小 都挺满意的 和想象中一样 这下就放心了 等会我们准备多进点货 肯定呀 一份接一份货嘛 咱们选的本来就是每个片中里 最好的那个档位